好 我們協巡的外交部長吳釗燮 終於出現了嗎 尼加拉瓜跟台灣斷交了之後 省影了5天 外交部長吳釗燮終於露臉了 再一次的譴責大陸 並且質疑說 在尼國選舉有內幕 我們可以看到 現在尼加拉瓜的總統 在宣布跟台灣斷交之後 立刻獲得了大陸的部分 大陸是啟動了疫苗外交 送上了國藥的疫苗 援助100萬劑 就是經過WHO的認證的國藥疫苗 那麼尼國是非常高調的 來接機 來接受 還說這是送給人民 最好的耶誕禮物 好 現在他們收到了 最好的耶誕禮物 那網友就開栓了 我們台灣也有高端疫苗 我們也能夠送100萬劑 甚至我們還有300萬劑 是不是寧願報廢 也不送給邦交國呢 有高端要不要在尼國的部分 但是我們可以看到 在這個部分的話 其實接下來我們要關心的是 在台灣的部分 現在這個疫苗有這麼多 好 300多萬劑 現在針對了疫苗外交 是不是政府也會有一些態度 還是說未來該怎麼辦 藍營也說難道林彥斷交 就是因為寧國 你也不要高端疫苗嗎 跟寧家拉瓜斷交之寇 成因五天的外交部長吳釗瀉 終於出現 對於他任內斷交的第六國 責任誰來負 他再度點名大陸 並質疑前邦交國選舉有貌膩 上個月的那個選舉 的確是進行了一些讓人感到痛心的事情 我們外交部的同仁 為了捍衛我們的這個邦交 已經盡了最大的努力 現在就是大家像小孩一樣鬥氣 你罵我一句我罵你兩句 好多外交不是這樣辦 台地斷交之寇大陸也發動疫苗外交 由於該國完整接種兩劑的比例不到四成 大陸贈送了一百萬劑 國藥疫苗確實送禮送到人家心寒裡 第一批二十萬劑抵達機場時 寧國總統奧地加的兒子還高調接機 網友很酸 台灣也有高端三百萬劑 難道寧願報廢也不送邦交國嗎 還是說人家寧願斷交也不打高端 大陸國藥有國際認證台灣高端 卻連第三期實驗報告都看不到 疫苗外交恐怕做不了 就怕疫苗斷交出現骨牌效應 只是不知道下一回台灣能不能擋得住 寧願會 王志文 台北采訪報道 好 台灣現在我們的角色在哪裡 美國對我們的態度到底是怎麼樣呢 中委員唐鳳在民主峰會 當時不是秀出了一張地圖嗎 那麼這張地圖其實是南非非政府組織 根據世界各國人民權力開放程度進行排名 台灣的部分被標成了一個綠色的部分 那麼美國還有多個盟友夥伴其他的國家 就被標成是個壓迫 阻礙縮小等等 被標成了是綠色 台灣是綠色 其他的盟友這邊有是紅色 結果就在唐鳳的發言的時間之後 他的畫面就被切掉了 只剩下聲音 雖然美國國務院說 這是螢幕分享混亂導致的 但是大家還是質疑說 唐鳳你是不是被民主了呢 為什麼針對這樣的事件 我們可以看到蔡總統 是不是要出來講一下 我們台灣的態度 台灣的立場 結果避而不談 都沒有談 那當時還記得嗎 在這個美國的部分 美國總統拜登他的Ghostel 那蔡英文立刻發文 但是有沒有來關心我們的災民 沒有看到 所以蔡總統到底關心什麼樣的事情 那麼可以看到美國的部分 美國現在要公開來呼籲大家 說大家力挺台灣 那麼我的態度到底是什麼 我們也想知道因為立陶宛 是不顧大陸方面的施壓 還是跟台灣來往來 美國的國防部長就讚揚說 立陶宛頂住了壓力 這個是擴大與台交流 認為是非常值得被大家來 必須來稱讚一下說 挺住這麼大的壓力 那麼法國的前院長也將要來訪台 外交部會對外來宣布 但是但是如果說美國這麼挺我們的話 怎麼會像是唐鳳的發言 居然被消失了 所以我們也很想要問問 美國總統拜登 這個模糊的態度能夠清楚一點嗎 在民主峰會上被民主甚至被消失 這是非常諷刺 我們知道相關的這個國際關係 包含美中台的一個關係 其實我們認為民進黨政府 可能在國內阿把習慣的 阿把習慣的 把這樣的態度也拿到國際的場合上 其實是可能非常的 這個可能沒有考慮到 對方國家的一個立場跟態度 其實我們知道在外交的一個場合上面 相關的這些資訊 甚至是簡報 其實都要做一個事前的這個核對跟確認 以免這個造成一些不必要的誤會 那當然在美國的一個角度 甚至有傳出說美國為了這件事 非常的生氣 那其實我們可以看得到 其實說美國在碰到 重大的國際事務上 其實這個對台灣的 跟這個對中國的態度 他還是維持他這個所謂國際上 他們認同 認為的 這個一中的一個原則 也就回應到我們最近在大家討論 這個公投萊豬的議題 說擔心美國會生氣 看起來這件事已經讓他先生氣了 所以這個也是非常諷刺 所以很多在國際事務外交上的處理上 其實應該要更細緻 痛心的是台灣長久以來 累積的國際生育 居然在一夕之間被摧毀 憤怒的是 這些業餘外行的行政官員 既然對國際事務不熟悉 他應該要讓熟悉國際事務的專家參與 才好避免像今天我們看到 一個台灣在全球丟臉的一個狀態 事實上有任何色外經驗的人都知道 在國際間遊走 他有他的國際的遊戲規則 必須要遵守 這一次美方直接的把唐鳳的簡報刪除 就等同是在各參與的單位或者國家之間 給台灣打了一大霸掌 對於不熟悉的事物 拜託不要外行衝內行 對於不熟悉的事物 就讓熟悉的人來 台灣經不起這一再的折騰 拜託為台灣 好 為台灣的下一代 請不要再脫軌演出 公投現在進入到倒數了 上午中央選區的嚴寬恆 進行了掃接做最後衝刺 立委江景臣跟許淑華也力挺 那麼嚴寬恆最近遭到綠媒 是鋪天蓋地瘋狂的攻擊 他非常生氣 四天內多達七個節目 天天都在炮轟他 公投日倒數計時 嚴寬恆一早發動宣傳車隊手機 最後衝刺立委許淑華和江啟臣 現身合體 四十天全面的攻擊 七個政論節目 輪番的攻擊 每天上演這樣子的一個批鬥大會 綠媒鋪天蓋地瘋狂攻擊 嚴寬恆前一天在記者會上 提到被175集戰論節目狂炸 反諷根本是一言堂 臺灣演藝之一言堂排行榜 用這樣子明顯違反比例原則抹黑造謠 而且未經事實查證 嚴寬恆怒嗆 四十天內多達七個節目 天天破轟他 儼然就是一言堂 從頭到位指議論嚴寬恆 許淑華也力挺 指出民進黨宛如是綠媒集體霸凌 提供臺灣穩定的能源是執政黨的責任 他不能用這種恐嚇的方式 不只如此行政院在中選會發送的公投公報上表示 反萊豬公投通過與否都不影響農委會去年的公告效力 遭外界痛批示公投流氓 完全不尊重民意 萊豬議題 嚴寬恆也想問對手林靜儀 敢不敢表態支持萊豬 要讓台中人吞萊豬嗎 即使身陷一言堂風波 言寬恆化憤怒為力量 要用行動權力催票 記者連家慶 王百英 SNG小組 台中採訪報導 080 batteries 兩個碼 約20 skip 我 你 對 你 記者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